它底下还有一个附题 它是如送医急救 医生也许帮助病者恢复清醒 但是这样可能会带给病人很多痛苦 令生烦恼和根本无法挽救性命 可是如不送医 病者就在昏迷中断了气 这样会到哪一道区 有何方法能令昏迷者出现 这个事情 你们念地藏经应该明了 你看看 婆罗门女 光木女 是怎样帮助她母亲 她们的母亲在世造作无意 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于佛所讲的经教 她明了 知道她母亲死了之后 一定多地狱 你看看 她们能够依照佛的教诲修行 也都是用念佛的方法 制成 恭敬地去念 感得佛菩萨的价值 那婆罗门女 我们在经上看到 应该是一心不乱 至少是四一心不乱 为什么呢 她在定中 能够去参观地狱 这不是普通人能去的 地狱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受罪的人 一种是到地狱里面去 度众生的菩萨们 不是这两种人呢 地狱在哪里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婆罗门女 她见到地狱 无独鬼王在接待她 你看无独鬼王后掌 趁她菩萨 你到地狱来 有什么事情 她说她问她的母亲 告诉她母亲的名字 她说 月地的女儿三天前 听说沉蒙她的 这个小女 为她做超度佛事 她已经升天了 你看她没有任何形式 只是一句佛号 念到底 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光目女 念佛效果差一点 没有她这个功夫高 是梦中的感应 婆罗门女 就是定中的感应 定中感应 是限量境界 所以你要能够效法 蒸璃小特事 对 备用 感应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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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